新星战士发表演讲 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 我们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本科生毕业典礼 虽然每年的校律都俊各的这个日子 对教师来说 习以为常 但对你们来说 却非同居常 因为这是你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是你们人生征服中的一个里程碑 不瞒你们说 这次毕业典礼 对我来说 也是极为特别的 因为这次毕业典礼 恰封本届校行政领导班子女职七满 这是本届领导班子最后一个本科生毕业典礼 几个月来 我一直在想 我该在这最后一次的演讲中向你们传达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我会相信 我毕业后的工作与生活 回顾了我的人生轨迹 今天 我在最后一次以校法名义所做的毕业典礼演讲中 要向毕业生们奉送一个锦囊 以陪伴你们 行走四方 这也是我今天的演讲评论 临行 奉送锦囊 人生追求六好 是指要有个好品德 毕是坤 君子以后格载悟 北游教军的第一个词语 就是后格 因为德是做人之本 也是知道我们思维 民事的灵魂所在 一个人的善或恶 好或坏 成或败 受或数 无不源自于其品格 要注意 你所讲的 你的想法会变成你的语言 要注意 你所说的 你的语言 会变成你的行动 要注意 你所做的 你的行为 会变成你的习惯 要注意 你的习惯 你的下意识 会变成你的性格 要注意 你的性格 你的本性 会左右 你的命运 而所有这一件 起源头 就是居于 你的品格 我个人 对自己的要求是 举世为先 待人已成 开拨进去 散散恶恶 当然 我也知道 散散恶恶 并不适用于 领导者 因为 做领导者 不能简单的 爱政分明 而需要 普惠众生 包容丑恶 领导者 可以 散人已散 但却不宜 恶人已恶 第二好 世子 要有个 好本事 本事 从来 是从 学中来 从 干中来 北游教训 第二个 诗语 就是 博学 礼记 入行云 如有 博学 而不穷 独行 而不倦 就是说 学者 应该 学无止境 弃而不索 要努力 随行 勇于实践 当今时代 是知识爆炸的社会 是新知识 新技术 成就不出的 时代 成就不成的时代 量子计算 3D打印 自动内容识别 自动驾驶 自动原问答 语音翻译 大数据 NFC支付 手势控制 互联网安全 云安全 高级持续威胁等 都在等待我们 去探索 你们需要 去选择性的 掌握这些知识 但是 只有拥有真本事 才能驾驭 这些领域 阴行气概 是以本事 为资本的 敢说 可上 九天满月 可下 舞阳桌边 谈笑 凯歌环 那是需要有 真本事的 第三号 是指 要有个 好谋划 北游精神的 第三条 是追求卓越 要做到 追求卓越 首先 就是要善于 规划自己 不能 浑浑噩噩 做一家和尚 造一天不作 笔记 中庸中云 犯事 欲 择利 不欲 择费 延前地 则不假 事前地 则不困 行前地 则不救 造前地 则不穷 没有事前的准备 与计划 就不能取得 希望的结果 你们 应该想清楚 今年 我要做什么 要达到什么目标 要谋划好 在现在的 这个岗队中 要如何做 应该 追求 什么目标 所谓 人无远虑 必有尽有 也是指 没有长卷毛发 或是 必定没有章马 势力 以疲于分明的方式 来应付 眼开遇到的 每一件事情 不能做到 有所为 有所不为 荀子曰 既 胜欲 则同 欲 胜济 则青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道理 谋事 在先 就会顺利 随心所欲行事 即以失败 第四号 世子 要个好态度 好态度 首先 表现在奉献 和经验中 北游精神的 第一句 是 崇障 奉献 北游校训的 第三句 是 敬业 乐群 这就是 号召大家 对事业 要严谨 认真 要有 奉献精神 群子曰 万百事 自行也 必在 敬之 其败也 必在 曼之 不 敬 圣诞 则吉 待 圣敬 则念 就是说 是否 心业 将会决定 你自己 事业的成败 圣代大陆 成绿说 所谓 敬者 主一 自为敬 所谓 一者 不是 自为一 就是说 暂时 做一件事 便要专心于 一件事 将全国精力 集中到这些市场 心无行物 这便实际 梁启涛先生说 所以 敬业主义 于人生 最为必要 又于人生 最为有力 敬业 包含爱业 情业 经业 创业 等多种境界 我们应该 具备对社会发展 而奉献的 价值观 好态度 也可以 用于诠释 团结 勤奋 严谨 创新的 美游校风 在此 创新 是第一要义 开阔进去 是我们 努力追求的目标 严谨 是核心 规格严谨 公布道家 是锤炼 优秀科技人员的 基石 团结 是基本要求 团结协作 是能干成大事的 前提条件 请问 是根本方法 精进业业 是负责成功的 根本保证 你们应该做到 眼睛 脑筋 手筋 腿筋 要热爱岗位 独学求心 现身创新 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 负平凡的世界来 第五号 是指 要有个 好心气 这就是 你们 一定要有一个 健康的心理 要提高自己的 抗压 耐挫能力 我作为校长 始终 倡导我们的 教职员工 对待学生 要像对待 朋友的孩子一样 加以关怀 所以 我一直对你们 就像敞开 在我的优胜上 敞开我的心怀 有言必达 有信必辜 但是 我的这一要求 并没有 得到教职员工的 广泛认同 广泛认同 我认为 学生 从家庭 到大学 就是走上了社会 他们 需要认识社会 需要感受 社会残酷的一面 这个残酷 现实的 主要表现就是 你 已脱离了 家庭的中心地位 社会上 无人会拿你当保 甚至 能够认同你的存在 就不算了 不过 我们把学校 仍旧打造成一个温室 温室的发掘 今后 也能承受住 社会的风霜雨雪 从真空进入大气中 也能有 敞鼓能力 有个毕业生 回校感言 对我们说 老师 过去 估计你们对我们太好了 我以为社会上 都是这个样子 工作后 我做了假方 没想到 底方 居然敢跟我 拍出的瞪眼 你们为什么不早先告诉我 社会 是这个样子的呢 我收到过 学生的一个学生的邮件 向我抱怨说 学校的大叔大妈 为什么总是大红大小的 我向他表示 需要改善学校服务态度的同时 也告诉他 要学校服务态度的 不要让此类事情 繁星于自己 别忘了 你自己的本意 是来无输的 不是来成绩的 其实 愚人打交道 是一种学问 既要追求 自己有一个好心情 也要给对方 一个好心情 我身边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 两个同事 去喝咖啡 每一杯咖啡 赠送一包薯条 其中一个同事 说完了 还想再要一包薯条 就找 但是他不想要咖啡 就找独言商量 能否 只要一 一包薯条 少数掌钱也行 服务员 正在犹豫 到底该收多少钱 合适 结果另一个同事 冲了上来 指的服务员说 相当性收奖不就行了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 结果这个服务员 立即追回钱 说我就是不慢 我不是死脑筋 因为规计 是这样说的 不买咖啡 就不给薯条 所以你们看到结果 他们没有再吃到薯条 你们也能想清楚 这是什么原因 总之 犯事 一定要清楚 自己的原本目的是什么 要学会 掌握心理抗压的能力 要让自己 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hold得住 你们 好比是高度运行中的心体 不要让 不要让未来的实质 改变自己的诡诈 要记住 不为他人所激怒 也不去激怒他人 是一种包容能力 海纳百酸 有容乃大 不为他人左右 不随意改变 禁定目标 是一种定力 要善于步入 不管风吹浪达 甚至闲停进步的 儒雅境界 第六号 是不是 要有个好身体 健康 是人类的财富 要注意锻炼身体 劳逸结合 要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我很赞成 这样的说法 人生 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其中 身体健康 是最前面的一 人生的事业 荣誉 低位 财富 家庭 朋友等等 都是一 后面的零 显然 零的数量越多 数字就越大 但是 一旦前面的一 没有了 这个数字 就真的成为零了 只有保持住了 身体的这个一 后面的零 一多了 才有意义 我们说 我们说身体 是人生的本钱 本钱 是用来投资的 不是用来挥霍的 所以 你们 不要随意 通过自己的身体极限 正义 挥霍 自己的本钱 不仅如此 你们还要努力 增加自己的本钱 我曾经 有一个很好的身体 轻易 就能连续 自游泳 两千米 但由于 过度 受制自己的身体 同时 也没有拿出 足够的时间 来补充 所以 一场大剧 让我失去了 冲销 拔弹工作的资本 不能 再像过去一样 双天 同时挑起 学术 和管理的 两副正弹 这也是 我向主管部门 提出不再连任 北优校长职务的原因 没有一个 健庄的身体 我只有 放下其中一副 弹子 而你们 都有着 长远的未来 有着家庭 事业 孝敬父母 等等 诸多的担子 所以 一定要爱惜 自己的身体 一辈子 都要 健健康康的 同学们 我今天 想跟你们说的 主要意思就是 要想做人 就要有好品德 要想做事 就要有好本事 要想成大事 就要有好文化 要想取信于人 就要有好态度 要想取信于天下 就要有好心气 要想 情根不错 就要有好身体 希望你们记住 犯事 要成文 要避免 炒赞 决策 做事 要恒心 要勇于 承担后果 同学们 我愿意 最后一次 以校长的名义 告诉你们大家 我会永远 用真心 祝福你们 我 爱你们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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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